大家好,炒花甲有人焯水,有人直接下锅炒,那你就是大错了,难怪不好吃。 今天教你一个正确的做法,肉质鲜美,营养一点都没有流失。 今天花十块钱买了两斤花甲,往里面加入一勺盐,滴入少许的芝麻油,倒入多一些的清水,用筷子搅拌均匀,给它浸泡三十分钟, 这样能够有效地泡出花甲里面的泥沙。浸泡好了以后,再把花甲清洗干净,洗至水清澈就可以了,控水捞出, 然后把花甲装在盘子里面,放入蒸锅中,开大火蒸五分钟。 新鲜的花甲根本不需要焯水,那样纤维基本都流失了。 蒸好以后再把花甲捞出来。 蒸出来的汤汁千万不要倒掉了,这个汤汁才是精华,非常的鲜美。 准备适量的小米胶切成圈。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 几根小葱切成段。 几个大蒜拍散,切成末。 锅中加少许的油烧热。 然后倒入葱蒜小米椒,炒出香味。 炒香后,倒入蒸花甲的圆汤。 开始调味,加入适量的生抽。 少许的蚝油。 加入一勺鸡精。 少许的白糖提鲜。 给它搅拌均匀,大火烧开。 再淋入少许的水淀粉勾芡,把这个汤汁收浓稠一点。 然后倒入花甲。 快速地翻炒均匀。 让汤汁都能均匀地包裹在花甲上面。 最后放入小葱和香菜。 简单地翻炒几下,炒出香味就可以了。 好了,出锅。 装盘。 一道简单又好吃的香辣花甲就做好了。 这样炒出来的花甲没有一点沙子。 鲜嫩又多汁,营养一点都没有流失。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分享出去,感谢您的支持。